歡迎收看天橋底下來play 我是謝麗文 民黨前發言人徐家欽日前在美國演講的時候 爆料前總統陳水扁曾經收了 建商高達幾十億台幣的政治獻金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討論 特徵組也要查 而徐家欽請辭了發言人 發公開聲明向扁家道歉 看起來沒有辦法平息這個風波 這個事件引起的政治效應跟背後的政治角力 今天我們要深入討論 交談話題已經放出在TV的臉書粉絲團 大家留下的看法或是提問 馬上我們再歡迎今天參與討論的 聯合晚報政治組的記者林靜英 靜英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討論之前我們就先來看 徐家欽在美國爆料 陳前總統曾經收了建商幾十億元 他也批評了陳水扁的兒子陳志仲 徐家欽從請辭發言人之後就沒有露面 而今天他透過臉書發表公開聲明 向扁家道歉 他說有些內容年代久遠 記憶也不精確 責任要由自己來承擔 而陳水扁兒子陳志仲則說 徐家欽是很聰明的人 變才無礙 現在說記不清楚 違反了一般的法則 呼籲徐家欽儘快出面 現在呢特征主針對徐家欽所說的內容 陳前總統收建商幾十億捐款的這個部分 已經分案調查 希望能夠盡快釐清真相 整個房間幾十個人都是這個民造業的大老闆 我們每一個人最後都有出了五千萬 三千萬 幾千萬 那批評就幾十億了 那你們拿到多少 海外禁報阿扁收賄幾十億 徐家欽請辭發言人想平息風暴 但話題不斷延燒 聲音兩天 徐家欽臉書PO文公開道歉 談到阿扁收賄的議題 因為年代久遠 記憶也不精確 造成黨內外爭論並非原意 向陳水扁道歉 所有書師全部承受 但當初話是這樣說的 我當時已經意識到一件事情了 我認為真的也是power game 重點不在前 重點在我會變成總統的小弟小弟 阿扁對台灣有沒有貢獻 有 可他處理政治現金有沒有缺錢 有 影片流出徐家欽說是私人行程 個人言論 但演講題目就定為 坦然面對扁案 影像 光明未來 根本事先知情也並非臨時起義 不過傳出原本是要找克文哲 前競選總幹事姚立民 陰錯陽差 改由徐家慶代打 如今卻掀起綠營 茶壺內風暴 選完以後我陸續接到了 美國同樣會的邀請 可是我都在第一次跟第二次 我都表達我時間實在挪不出來 他就自告奮勇地幫我去了 再加上時間點敏感 黨內立委初選登記截止 高雄前鎮小港區競爭激烈 除了陳志忠 謝系 局系都有代理人 派系混戰也讓陰謀論四起 沒有人敢講他 因為你是他必須的聽 選舉的時候你想要怎樣你就怎樣 民進黨為了你的 調理一席立委啊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要逼我 我一定要給你入黨啊 然後再提名你再來選立委啊 那你有做過什麼奮鬥嗎 直接嗆聲 不滿陳志忠再入黨 當初批評扁家父子一番話 從海外燒回國內 如今請辭道歉恐怕已經很難 平息爭議 由內TV虎熊流軒台北報導 徐家欽批評扁家的發言 後續風波越演越烈 傳出前總統陳雪扁寫好了遺書抗議 而阿扁支持者更揚言 總統大選不支持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有民進黨立委就認為蔡英文 應該要親自走一趟扁家好好解釋 民進黨發言人岳陽大爆料 引發聲率大反彈 並免向上延燒 徐家欽請辭蔡英文準辭 但真的就能止血嗎 真的是輕痛愁快 我希望蔡英文主席要很嚴肅啊 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是具體的建議說啊 徐家欽雖然辭職啦 但是整個壓力啊 都在黨中央跟蔡主席的身上 你跟他說身居不粗啊 那是專心的在養病 那我看民進黨還是要處理這方面的反彈 前總統陳水扁氣到崩潰 寫遺書 揚言要蔡英文道歉 但別案至今黨內仍舊 信者橫信 不信者不信 更是顆不定時炸彈 徐家欽意外引爆綠營茶壺內風暴 蔡英文遲早要面對 這個部分我們申請志安 申請總統他老外就醫的狀態嘛 那我們一再的是強調 也希望說讓陳總統敬仰 主席有公安請選你們就會知道嘛 蔡英文要止血黨內建議得走一趟 親自跟阿比恩解釋 但蔡英文至今神隱藍營再捕一槍 徐家欽發言人不夠勇敢 他如果夠勇敢的話 就應該在台灣內部講 你們民進黨內對陳水扁的包袱 你們到現在還驚若寒殘 沒人敢說 藍尾見封插針 不但要特征組啟動調查 阿扁保外就醫 法務部也要重新檢討 別案宣鬥一時 蔡英文曾帶領黨內走出廢墟 如今阿扁難題再度湧現 別案陰影 民進黨始終回之不去 UNITV胡錦帥 劉軒 台北報導 好 馬上其實要靜音了 這牽涉到民進黨內的派系鬥爭嗎 我們會說其實包括徐家欽 還有先前就是才被媒體爆料的 台北市議員徐蘇華 看起來好像都是新潮流系的 你的看法呢 他的派系鬥爭的 我想會被人家這樣子聯想 主要應該是說 因為現在剛好立委提名 黨內的立委提名 即將進行初選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其實就會進行電話民調 因為上禮拜六 禮拜天 其實黨內已經經過協調 但是沒有人要退選 目前其實在很多的選區 大概至少有四個選區 其實都需要進行民調的 所以這個我想 其實這樣子一個風波 我想會引起派系的鬥爭 我想主要是在這裡 你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關於徐家欽 許淑華 他們其實都心潮流系 我想事情應該是這樣來講 就是說 從台南市政府議長選舉 跑票的風波之後 因為黨內其實對於所謂的 因為裡面涉及這個案子的 其實很多其實都是一扁一國的成員 一扁一國的成員其實跟扁 其實應該是說跟陳志忠 或是像阿扁的支持者 就包括像阿扁的民間醫療小組 這些人其實關係比較 其實都是他們 他們其實是關係比較密切的 那這個 在這一場跑票爭議的情況 最後其實黨中央其實開閘 開除了五位的議員 台南市的市議員 那裡面其實動作最大 當然一方面其實主要是因為 賴清德他其實自己本身是新潮流系 所以其實他當然要 立保他自己的市長 派系內的這一位市長 另一方面當然其實就是為 其實就是因為 這些人其實過去 其實跟賴清德之間的恩 就是說這些市議員 跟賴清德之間的恩怨 所以引起很多很多就是說 當時候其實在講就是說 一扁一國跟新潮流之間的鬥爭 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其實會讓人家會有 有認為是派系惡鬥的一些質疑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這個情況其實我覺得 還要再看後續的發展 目前其實現在看起來 其實如果我們只鎖定在高雄的 前陣小港這個選區 也就是說陳志忠的這個選區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所謂的扁 跟向上廷的系統 的一些就是說雙方之間的一個鬥爭 所以其實長期來看 其實我覺得還有待觀察 我覺得現在其實看 其實還不是很明 長期看扁系 我們說親近扁家的相關人士 扁系的人 跟新潮流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子的呢 扁其實跟新潮流系的合作關係 其實非常的歷史悠久 從當初其實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一直到後來 其實總統選舉的時候 成為總統候選人的這個過程 其實新潮流系 其實都扮演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一直到了扁執政之後 其實也跟新潮流的幾位大將們 其實關係非常的密切 包括邱毅人 包括吳乃人 他們其實都畏懼要盡的人 還有其他很多位新潮流的人 所以要說扁跟新潮流的關係不好 我覺得這當然不是事實 因為從過去 其實扁跟新潮流的關係 本來其實合作其實就很密切 所以主要的問題其實在於就是說 扁卸任之後 還有他最後因為洗錢案 還有相關的一些司法案件 其實進入到看守所之後 阿扁的支持者 跟新潮流之間的關係 是交惡的 所以主要的其實 那其實有點諷刺就是說 過去其實扁在吵的時候 其實跟新潮流的關係 其實合作其實是相當的密切的 但是卸任之後 涉及司法案件之後 其實阿扁的支持者 其實跟新潮流之間的關係 反而是不好的對不對 不過我們會說 許家欣現在講的這些話 其實在農曆年前講的 那這個時候才爆發 就會有人說是不是 派系之間的鬥爭 或是有些私底下的一些角力 那當然是一個外界的懷疑 不過我們看他講的話 真的是空口說白話嗎 他有沒有在爆料上的一些錯誤 根據我的瞭解 媒體會爆料這件事情 當然是阿扁的支持者 給媒體的 那他們當然希望能夠打擊許家欣 那一邊一國的成員 其實在 不管是在臉書上 或是在網路上 他們其實常常都在 他們其實常常都 除了在罵新潮流之外 其實都在罵蔡英文 他們認為蔡英文 其實沒有去處理阿扁的問題 那跟我們所瞭解的情況 當然大大的相反 包括阿扁其實從看守所要到北榮 然後到後來其實可以到中榮去 其實這整個過程當中 蔡英文不是沒有協助 他其實都有協助 也包括這一次的保外就醫 能夠成功 我想蔡英文其實都有幫忙 並非像一邊一國所講的那樣子 所以我想一邊一國的情況 其實他們是從新潮流罵到蔡英文 他們把這些人其實都罵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許阿清講這些事情 當然內容其實是有待商榷 就是說 我也曾經跟幾位 當時候跟阿扁 有共識過的這些幕僚們 其實有聊過 那我們自己過去在跑新聞的時候 其實也都多少都其實都很清楚 其實阿扁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他當然會幫助這些黨籍的這些候選人 在資金上或是在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協助 他其實都願意做 那我想其實人之常情 就是說總統要來幫你忙 我覺得很少人有辦法可以拒絕 你也不太可能會去拒絕 那總統 欠總統這樣這麼大的一個人情 大家其實也都願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相互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總統來幫你忙 你當然就會為這個黨 為他更賣命 我想這其實也是民進黨跟扁的關係 會這麼千絲萬縷 糾結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對 剛好特別講到蔡英文的部分 到底大家會覺得說蔡英文在這個事件當中 有沒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甚至會不會有人認為說 這是藉力使力要來切割跟扁之間的關係 因為畢竟徐家欣之前是黨的發言人 蔡英文並沒有打算要去切割跟扁之間的關係 而且就政治現實上面你也無從切割起 你就人情意義上面 或就對手要攻擊你的 各種方面的角度來講 民進黨或是蔡英文都不可能跟扁切割 重點其實在於就是說 你民進黨或是你蔡英文 你要怎麼去處理阿扁的問題 包括從過去在醫療人權上面 民進黨或是蔡英文 他們其實都有提供協助 保外就醫成功之後 對於陳志忠的黨籍案這件事情 其實也都以最快速的方式 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最後其實也在農曆年前通過了 陳志忠就是重新入黨案 你進來這個黨之後 當然一切其實就按照黨的遊戲規則來玩 這個東西其實不是蔡英文可以決定的事情 因為這黨內其實本身其實就有遊戲規則 在高雄市的前鎮小港這個選區 現在目前其實有三個候選人要來競爭 蔡英文不可能 基於公平的原則 他不可能去做任何的一些協助跟幫忙 他能夠做的事情應該是這樣來講 就是說徐家欽的發言風波他能夠做的事情是說 好 他必須要去做什麼處理 發言的人必須要有一些澄清道歉 必須要付出他的政治責任 甚至有可能像外面在講的就是說 徐家欽原本在爭取不分區立委這個部分 我想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徐家欽的可能性 我想應該會大大的降低 那這個部分其實能夠做有效的危機控管 我想他會盡量去做 那明天其實是民進黨的中職會 那蔡英文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說法 我想值得來觀察 好 我們就來看 今天我們把這樣的議題也放上臉書 那麼讓觀眾一起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當然我們題目是 跟剛剛提到的是一樣 這個所謂民進黨內茶湖的風暴 那麼蔡英文有沒有藉詞要切割 剛剛基因也認為說也無從切割 也不會用這個方式切割 那麼就會有人說 看起來好像是不是效果有了 蔡英文的目的快達成了呢 還是會有人認為 檢教單位是不是也應該要查一查 之前曾經收了阿扁錢的名貸 那麼這個說法當然是 透過徐家欽的談話內容 他有講說有些名貸有收 阿扁的錢 那麼另外還有提到說 政治現金最後還是進了私人口袋 沒錢就標準 為什麼要別人的錢 這類的也會有人說 鼓勵徐家欽 你還會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要廢除政治獻金 菁英你怎麼看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了 民進黨內對於陳水扁 有一些不同的情節 甚至有人認為說 蔡英文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到扁家去好好說明 那麼你覺得民進黨應該 接下來用什麼態度 什麼方式面對陳水扁呢 我想這兩天其實蔡英文 其實已經有指派相關的人 其實跟阿扁方面跟扁溝通 所以這個部分的事情 其實都有在做 蔡英文是不是要自己親自到扁家 去做一些 直接向扁去做一些說明或是怎麼樣 我想如果需要的情況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其實要看幕僚的 政治判斷跟扁方面 經過這兩天之後 包括就是說徐家清出面 持續發言人的職位 晚上其實蔡英文其實也有對扁案 對於徐家清的東西有一些談話 那到了今天其實 徐家清的一個道歉聲明 我想其實扁方面其實也有一些 也會有一些回應 那這些回應其實我想 其實雙方其實目前我所得知的 雙方現在其實溝通 其實是非常的順暢的 那是不是有必要走一趟 我想這個其實就在於 小英自己的判斷 這個到目前為止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你對於蔡英文要處理這個黨內 我們說千絲萬縷的阿扁情結 這應該怎麼處理的 這對他2016要參選總統 會有什麼影響 我想其實外界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跟其實 民進黨現在還有阿扁的情結 我的看法其實可能跟大家 其實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但是我想我的看法 其實也跟大多數的人 其實是比較類似 就是說阿扁如果還是 民進黨的問題的話 我想他2012的蔡英文出來選舉 他不會也得到600多萬票 那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也不可能拿下13席的縣市長 我要講的是說 阿扁的效應其實已經在遞檢當中 那在保外就醫之後 我認為他的政治效應 其實也在遞檢 所以我不認為其實 現在民進黨對於阿扁的問題 其實會很棘手 我覺得比較棘手的應該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有效的去處理 包括像徐家欽所講的這些東西 如果一旦特徵組有心 或是想要去把這件事情 拖長拖久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應該如何去回應這件事情 那我想今天陳志忠的發言 其實相當程度其實我認為其實是很不治的 就是說我要這樣子講就是說 陳志忠希望徐家欽能夠講清楚 但同樣的 我覺得陳志忠必須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徐家欽講清楚 那請問陳水扁怎麼辦 那我覺得有太 如果我覺得當外界 包括像民進小組的成員之一 就是陳昭之 他披露了很多阿扁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什麼他睡不著 氣到要寫遺書抗議 種種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大家 我想阿扁的支持者們 其實都犯了一個很嚴重的一個錯誤 就是說 你透露了越多阿扁的訊息 其實對阿扁的保外 其實會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你要藉由 你要藉由攻擊徐家欽 可能來拉抬陳志忠 目前現在在黨內的立委初選的一些選情 我覺得恐怕其實是適得其反 所以我覺得陳志忠跟阿扁的支持者 其實都應該要搞清楚 就是說 如果希望陳志忠 能夠順利在初選當中出現的話 跟民進黨之間的關係 應該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可能他們必須花更 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反而不見得是蔡英文必須要負起責任 民進黨或是蔡英文 其實要負起的責任 恐怕會是在 徐家欽講的這些事情 無論是只需烏有 或是誇大其詞 或爭有其事 民進黨必須在這些事情上面 做一個有效的一些控管 也就是說他必須去了解這些事情 到底哪些東西情況如何 避免讓阿扁的司法案件 又增加了好幾個案子 我想這個其實可能是 民進黨必須要去面對的事情 好 剛剛提到的是 民進黨要面對阿扁的事情 要怎麼來處理 可能大家都要來想一想 不過另外一方面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選舉的問題 現在立委跟總統 中學會說要合併選舉 不過國民黨立委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聊